讲到逻辑函数的部分 逻辑函数里面包含就是说 逻辑里面的话 大家有两重的逻辑 跟所谓的多重的逻辑 也可以把它改成用VBA里面的Sub 做出按钮 大家还有什么文字字中 另外还有关成绩里面 如果说不同的 假设ABCD我要给不同的颜色 这边我们上个礼拜有特别提到 有关字型颜色 还有底色跟框线 另外还有加粗体的相关的设定 能够把它加上去之外 也能够把它清除掉 上礼拜都有提到 另外还有关框线物件 所谓框线物件就是说 如果你将来要针对某个范围 绘制表格的话 这个地方要怎么做 其实上礼拜讲的东西 其实还蛮多的 而且难度其实还相对的 比函数应用可能还来的稍微困难一些 所以回去一定要多练习 像上礼拜讲的东西 如果你都忘了的话 记得回去一定要再做过一遍 如果你做过一遍你就知道说 上课可能跟着上课的时候 我讲一遍你做一遍 也许你可以做得出来 但回去你要从头做 应该是困难重重 上个礼拜最后大概就做出这么多案 总共就是有 这边有六个 这边有五个 就这些东西 大概我主意来看 基本上第一个我们从简单的到户 先把它清除好了 清除的话我们可以把某个部分资料做清除 多重清 我们是做这边 VBA这边 然后假设要合格不合格 这第一个 所以输出的范围 但是因为我这里 我没有把它做成那个追踪最下面列 所以你会发现它只会跑到这里为止 它不会往下跑 那如果未来你要能够让它向下追踪的话 你可以在程式里面 把它改成那个 Ctrl向下追踪 Ctrl向下 我前面讲过 你可以在 假设你要在编辑的话 你可以按右键 这边有一个编辑 按右键 重新指定那个 按钮里面的那个指定句席 编辑也可以 或者你从VBA里面去找也可以 那里面的话 它会自动跳到你这个Sub的位置 那其实 如果你要让它自动追踪 好像前面我们有讲过 主要在哪里 在For I等于第二列到 第七列 它到此为止 可是问题 我未来一定会增加 像我们上礼拜要做个表单 资料会往里面增加 特别注意 我一直强调 那个很重要的写法 那你要怎么改 其实我刚刚有做了那个Ctrl向下的动作 实际上那个Ctrl向下 如果要把它写成VBA的话 是Range 然后用Range物件 里面的话 去从哪一个出称歌 向下追踪 从A2 所以你就打一个A2的字串 告诉他说 我要从A2开始帮我向下追踪 向下追踪的话 点一下 有一个END AND 打个1它会出现 那你就选AND 并且告诉他说 AND 指的是 上下左右这个范围里面的边 最哪个方向 那前刮壶之后 他会问你说 你要哪个方向 那当然我们要往下追踪之后 告诉我 他向下追踪之后 回来的那个列 是哪一列 前面好像有写过这个东西 这还蛮重要的 因为以后用到的几率太高了 利用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自动去往下追踪 所以清楚其实这边也可以 只要是For回圈里面的7 其实都可以用这个方法 把它做一个输入 这边其实也可以 成绩多种 所以上礼拜最后的东西 其实也都可以把它 这个7的话 如果像在Range里面 你就要改成AND AND什么呢 刚刚的东西 就是把那个 追踪到的那个结果 比如说我追踪到的是 这边原来是H7 但是我现在追踪到的10 你可以把这个10的数字带过来 他遇到AND的符号 会自动帮你前后加双以后 并且跟H串在一起 这个地方就变成H10 也会变成动态向下追踪 其他的话应该 假设框线如果你要加 一样的方法 所以这个底下如果你要改 基本上全部都可以改成自动追踪 像这个加框线10线的话 其实你可以把这个删掉 把这个后面的这一串 C Ctrl C 这边的话呢 Ctrl V把它贴上 这边也是这样 7删掉 然后这边的话 把它直接空一格贴上 意思就是说 串一个什么呢 向下追踪的最下面一列 所以其实这边都可以改 所以其实这边都可以改 这样子的好处就是说 以后你要去追踪 他会自动去追踪 你就不需要说 之前我们画那个框线 他只会画到这边为止 第七列 那如果你用这种方式 他会自动追踪到 然后自动重新做 所以把它清除 成绩合格 这边就自动往下 不过因为格式没有加上去 所以底下没有再加上 其实你还可以再加一个自踪 然后成绩多重 然后多重颜色 OK 那你会发现多重颜色 清除格式 然后再来的话就加框线 加框线因为我刚刚有把它追踪了 所以你会发现 他往下画的话 全部都画到了 加红色 加粗线条 再清除框线 最后的话是 这条线跟这条线 把它画double 双线 OK 不过好像这个地方少一个 有没有 所以这个地方其实也要改一下 这个地方我看一下 就是这个二 应该是 这边 应该是这个七 所以这个七的话 应该要让它怎么样 也能够加上刚刚的东西 向下追踪 这样的话 我再试一下 有没有 它会自动追踪到 所以以后 很多地方 如果你会加 它就会自动追踪 但是如果你没有加 那个自动追踪 它就卡在那里 那怎么办呢 你以后城市又要自己再修改 所以特别注意 这个地方 上个礼拜讲的 每一个每一个 我想云端上面都有答案 请各位务必回去 一定要再做复习 云端白板里面 逻辑函数 这边都有答案 所以上个礼拜 所有的城市 云端上都有 那一定回去还要再练习过 如果你上个礼拜都没有练习 我想你这礼拜 又会更辛苦 因为后面的东西 其实都是从前几个礼拜 的基础上往上堆叠上去的 所以特别是 回去一定要花一点时间 把刚刚讲的东西 他刚刚有漏了一个自中 今天你可以把自中再加上去 他就会全部帮你自中 不过自中这边一样 这个7的数字 你也可以把它改成自动追踪 其他大概就是这一些 另外我们后来还有提到有关 那个表单部分 因为最后呢 如果你希望把Excel当成是 什么的 资料库来储存资料的话 另外你也需要让人家可以填写资料 你可以用表单 比如说我今天希望呢 假设老师要输入资料 或者你前端人员要帮忙输入资料的话 那你希望什么 启动一个表单 那这个启动表单之后呢 它会跳出一个 类似像这样的一个画面出来 那这种画面的好处是什么 因为以前我发现 常常把Excel给使用者输入的时候 通常回来的结果都是惨不忍睹 随便乱输入一堆 不该输入也输入 要不然就格式错误 很麻烦 所以怎么办呢 你可以设计一个表单 请它照着你的需求去输入 所以你会发现 如果今天输入一个DDD Enter 然后就输入成绩Enter 然后把它改一下 这样的话 你当然可以按新增 它会怎么样呢 把资料全部帮你填进去 所以这边的话 总共会有四个栏位 也就是说填到这四个位置 然后面这三个是自动产生的 OK 所以四个是填进去 三个是自动产生的 这个上个礼拜 我们好像有提到 还记得吧 按新增试一下 并且最好填进去之后呢 还可以把旧资料删掉 然后帮我游标再回到第一个文字方块 这样会更完美 试一下 OK 你会发现 有没有 填上去 所以刚刚一个连续动作 一 先把资料全部填进来 二 帮我产生后面三个资料 三 帮我把这些资料全部清空 四的话呢 游标再回到这边来 这有什么好处呢 如果它还要再输入 你就输入 然后多少分Enter 其实还蛮流畅的 Enter然后再按Enter 资料填上去 又放在上面 所以如果它要填资料 它手其实是可以不用离开键盘的 它可以一直往下输入 OK Enter 其实还蛮顺畅的 这个输入 其实可以拿来做很多东西 所以请各位务必把这边上个礼拜讲的东西 一定回去还能练习过 那怎么做了 包含大概就是把表单设计出来 把它启动起来 然后呢 后面的程式就是这个了 刚刚写的就在这里 没有很多 大概就这些 那还有后面还有提到有关那个所谓的防呆 所谓的防呆就是 避免没有输入资料 像刚刚如果说 我今天呢 假如它没有任何输入资料 如果按新增会怎么样 一定会错误啊 因为没有资料怎么填过去 好有没有 资料不符 所以呢 你需要做什么呢 做防呆的动作 那防呆的动作 我们上礼拜好像没讲到 所以这程式没有 那如何防呆 这个部分的话 请各位先把那个上个礼拜 做到这里的那个档案先开启 待会我们再来看 如何把这个表单的部分呢 再做一些防止使用者做错 而造成的错误